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2023年7月20日 除了姜濤的個人演唱會越來越迫緊 自然我的新聞就越來越多 然後人們就問高登仔 不是吧 明明姜濤已經不會再更新社交媒體 反而新聞越多 世事就是這樣 你越是想專注你的個人演唱會 不更新不搞那麼多事情 不是你說不搞 那些haters那些報導就不搞你 依然都是這麼多人搞 這麼多人去取著姜濤這個名字 去賺錢也好 谷平氣也好 騙點擊也好 就是沒得停的 所以世事就不是說你肯躺著 但是也都會中槍 就是這樣 那一會就跟大家報了 今天都會夾集一些關於姜濤有趣的新聞 還有都會夾集這些有趣的新聞 究竟在這個個人演唱會之前發生 有什麼啟示呢 那一會跟大家慢慢去講 那今天呢 這個報導開始之前呢 就請大家 立刻點擊 讚好這段片 留言 如果是簡簡單單 留意一個心 一個笑容也可以 如果喜歡就寫了兩個字 如果是ok的話 賣個超級sticker 或者是超級留言超級感情 那都是為Golden仔這條數據 就收集一些正面的數據 那因為呢 7月份呢 YouTube是不會推我們的片出去的 那所以呢 都很困難 不可以把姜濤這些消息 好人好事啊 那些好的成績表 發放出去呢 那都 少了一個機會去讓別人認識姜濤 所以就有賴大家 有賴大家幫我推片和share出去 那這樣 好 那不如來一單輕輕鬆鬆兩點鐘的新聞 那這樣 話說呢 有網友在他的社交平台分享 那這個網友分享什麼呢 那麼 生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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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話說呢 就有一間 藥房 也不是那些大型連鎖店 是一些普通的藥房 那 藥房 你要記住 藥房是一個什麼地方 藥房呢 就是 賣一下生活用品 賣藥啊 賣一些承藥啊 甚至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可能坐著個中醫師 中醫師在那裡幫人看病 那樣 那通常藥房的地方 都是賣一些便宜一點的 紋身一點的東西 那樣 藥用生活產品 咦 誰知道這個藥房 就不知道說他 是積極做生意 還是積極求變 咦 他賣薑桃爺 咦 那接著就說 不是吧 藥房也賣薑桃爺 高德仔你不要說 那樣 咦 那不是的 有圖有真相 已經掃了出來 那我不知道我的聽眾觀眾 究竟知不知道這件事 那 這個這樣的藥房呢 就賣些什麼呢 不是那些什麼大型連鎖店來的 那 就 不知道是不是轉型 就賣這個 姜濤的 紙板人形公仔 還要開價300元 OK 都不是價不價錢的問題 他是賣薑桃的紙板人形公仔 咦 那接著就說 咦高登仔 紙板人形公仔 什麼可以買的嗎 這樣 咦 這件事呢 都打破高登仔的三半 那就是因為呢 早前呢 有很多 不同的 promotion 包括 以我記得的 的 衛康 衛康 不是 八階 八階 而想前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 MIRROR十二支 八階 公仔 高登仔 都 希望透過某些渠道 就可以拿到的 但是 最終都不得要領 咦 那這次呢 這個什麼人形公仔 啊 麥當勞都有 但是 就全部收歸各有 咦 咦 咦高登仔 你說全部收歸各有 咦 就是沒有啦 咦 這個藥房呢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那他就賣這個 人形紙板公仔 那賣什麼呢 這個人形紙板公仔 就是什麼呢 你們猜一下 那究竟是什麼呢 不是 麥當勞 不是這個 而想錢 在這個八階 牙高的人形紙板公仔 一比一 售價 三百元 三百元 那 出這段片的時候 都還未知道 有沒有得買 咦 但是呢 那些人就問 哪裏買啊 高登仔 我就是跟著 想說 告訴你們 那 根據這個網友的帖 就說 咦 賣這個紙板人形公仔 你記不記得 就是這個 Darling牙膏 那時候亮白笑容 大家記不記得 就穿著一件藍色的牛仔衣服 那樣的 那樣的 深色褲 那樣的 很好笑容 一個好像 右手握著一個心形 那樣的 那這間藥房就位於哪裏呢 你們猜一下 這間藥房就位於這個大埔 大埔哪裏呢 那樣的 一會兒我賣個關注 因為大埔也有很多藥房 那我聽到 最後我跟你們說一下 當時你們幫我下去 看看賣出了沒有 這300元的 一比一人形公仔 那有很多姜濤呢 就著這件事呢 就兩極意見 那樣的 那講回一些正面的意見 那就說 喂 現在姜濤的東西 真是有市有價 是不是呢 好像呢 好像呢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一個 叫做撕海報的時代 撕海報的時代呢 又是八九十年代 四大天王開演唱會 那時候呢 都還流行什麼宣傳呢 電視當然是偶爾有宣傳 但是更加多的一種宣傳手法 就是他就著這個 就是某些明星 我就當是四大天王 其中一個 開演唱會 那他就會做一些Poster出來 那些Poster呢 大過A4指少少 A3指大約 做了很多Poster 我們那時候就叫做海報仔 他們就會貼 特別是旺角來東道一帶 貼在哪裏呢 就貼在牆 貼在鐵閘 我記得 這樣就做一個宣傳 那什麼叫撕海報呢 就是呢 我們有些粉絲 粉絲 那時候很多歌手都是這樣 即是八九十年代 那看到這些海報呢 特別是剛剛貼上牆的時候 那時候呢 就會呢 就會這個 撕了下來 就會收藏 這樣 當然撕下來 有時候有些撕得好 有些撕得不好 按著那個Poster的價值 當然有些人都不捨得賣的 自己收藏 那想不到呢 姜濤呢 就帶起這個熱情 也都有姜濤呢 就說 哎 這樣就多好啊 證明呢 姜濤現在的人氣鼎成了 以往八九十年代 就有這個 撕海報熱情 現在就有這個販賣 販賣一比一公仔的情況出現 那樣 但是最終都不知道 有哪個人去買賣了沒有 那樣 那究竟 就是大埔 哪裏呢 就在這個 開股了 大家猜一下在哪裏 就是這個大埔 混頭堂商場 那如果大家住在大埔附近呢 那就應該都知道了 那樣 但是你們有沒有進去這個大埔 混頭堂商場裏面 一間藥房 不過我不知道是什麼藥房 因為網友沒有寫出來 沒有post出來 那他就只說 在此藥房的位置 就在於這個大埔混頭堂的商場 OK 因為我不知道是 是不是在村裏面 還是 還是怎樣 還是混頭堂 有些C樓附近 我不知道 商場 因為我沒有什麼 我印象中有沒有去過混頭堂呢 我好像沒有什麼 我忘記了 總之我記得大埔 大埔區火車站 好像有一邊是去混頭堂的 我忘記了 那大家如果我的聽眾 觀眾呢 就去開 或者是住在我家附近呢 幫我下去這個大埔混頭堂商場 那看看是否有一間藥房 就販賣這個 這個一比一姜濤Darling的 陳年紙帆公仔 就三個水 那樣 只是看圖 那很多人就說 這個姜濤又帶起一個追星的潮 那當然不知道是現在才帶起的 那直接你買這個紙帆公仔 也有市有價 那難怪了 早前呢 就有新聞就說 喂 即是有人呢 就是這個 怎麼說 有人呢 就是 真是 拿啊 拿這些紙帆人的公仔 種目繪繪之下 即是我記得好像有一單這樣的新聞 類似 錯了九成我 那 即是大家當然不要這樣拿 那之前我都有想過 即是 異想前那時候 不是有MIRROR十二指的 很多海報 即是不是 海報當然有 但是我想描的就是 有些MIRROR的人型公仔 即是究竟可不可以拿回一些 送給我的觀眾聽眾呢 那當然最後就不得要領 那這次 居然這個DARLINE有得買 那我就覺得奇怪了 其餘那些紙帆人型公仔 包括麥當勞 有些金錢公仔 那些金錢公仔 都會收起來了 反而DARLINE沒有收起來了 這樣子 還要做求授 這樣 用三百元求授這個 這個人型公仔 究竟是什麽事呢? 當然高登仔就沒辦法去大埔運投堂商場求證 如果你們之後的聽眾觀眾有機會去到附近 不妨去看一看 聽一聽 究竟發生什麽事 究竟是否有這樣的事 另外一邊的言論就說 有些人就不好 明明這些指板公仔就是屬於打連所有的 為什麽會賣出來呢? 為什麽要賣這些指板人形公仔呢? 究竟打連理不理呢? 還是其實打連那些promotion就是 其實已經放了一個人形公仔在你們那裏 就是promotion 當成這個藥房 如果搞得怎樣的 那麽就 其實不用告訴我們 你們喜歡扔就好 什麽都好 但我又不知道賣又對嗎? 賣究竟你又需要通知打連呢? 而且在說一句 這個也是姜濤的一個樣子 會不會有關的單位 都要report一下 詢問一下可不可以 那麽就真的不知道 但我想這一個post 就引起很多姜濤的議論 有些人就贊成 好像我前一段片段說 有些人就反對 覺得沒理由用這些錢去買 但也是這樣說 各有個說法 至於這個人形公仔 紙板公仔 賣不賣 扁賣法 合不合法呢? 我就普拿加以評論了 但以我的邏輯思維 就是 我想這個紙板公仔 是屬於打連的 會不會 其實都是要得到打連的批准 這樣才可以有呢? 這樣就不知道了 如果大家 住在這個大埔 或者雲頭堂村附近 就幫我看看商場裏面 是不是真的確有其事 幫我拍照 我覺得都是堅堅的 OK? 就是這樣 好了 另外一宗 都是說了一些有趣的新聞 就說 早前不是說 不過西遊西遊 那裏不是說 有一班薑糖 在那裏有茶醉 那他們可能忽發其上 突然查查一下醉 就說 不如去 去POMO一下薑濤吧 接著就去附近一些 連鎖快餐店 等人家下午茶那時 就跟人家聊聊天 就說 你知不知道薑濤啊 不如我多說一些薑濤的東西 給你聽 甚至派到英文 那這個舉動 就被各大薑濤群 就議論紛紛了 就說他們是一個 好像傳教式 那樣的方式 去傳遞薑濤的中心思想 OK? 類似這樣 當然我之前都說過這件事 近來就不單止這件事 近來就真的 有人 藉著薑濤的名字 去傳福音 那 這件事就真是真的 因為已經 他就 怎麼說呢 他就不是 不是好像西遊西遊 那一次這樣 不說一次這樣的事件 他就做了一張福音poster 那他就寫了這個 寫了這個 這個叫做 基督徒 姜糖 同心慰姜濤的祈禱 那他就做了五段經文出來 那就是應該是 如果我相信 我相信 因為都 只是這幅圖 就在一些facebook群座流傳出來 那他就寫了這個 寫了五大經文 那叫做 裘主加添力量給姜濤 有智慧去面對各種的攻擊 厲害 第二點就是 裘主保護姜濤不受任何邪惡傷害 主說 身冤阻我必報應 第三 就是裘主保守姜濤健康 醫治腳傷工作時不過份操勞 那跟著 第四點就是裘主讓姜濤認識福音 既知道在主愛女沒有懼怕 不受是非攻擊影響情緒 令姜濤進和年中變成精金 第五就是裘主安排一個能夠 讓姜濤感到溫暖的伴侶 令姜濤得到力量和之前 跟著就是阿門 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 我相信就是 因為這個出處 傳來傳去都已經沒有了 也都找不到 如果我的聽眾觀眾聽到這些出處 就告訴我 我相信 我相信 真的感覺到 大家真的感覺到 個人演唱會 就是這樣說 姜濤自從在 宣布停止了社交媒體的更新之後 昨天我都說到 很多那些古靈精怪 牛鬼蛇神 就出來搞姜濤 雖然我們都正常估計 姜濤應該就看不到這些 那麼衰的評論 當然之前 高登正日就著阿希 那個YouTuber那段片 就去加以去教化和評論 叫他改善 但是老實說 這些hater 就是各有各的目標 目的 有些人 就為了 心中的怨恨妒忌 有些人就為了支持另外一些偶像 有些人就為了錢 不知道 就是這些 全部 總之各有的自己的考量 OK 各有的目的 但是 但是 就是因為姜濤在這個 準備個人演唱會的時候 就是太忙碌了 這些牛鬼蛇神 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 哇 真的不斷湧現 那我相信 有些姜濤 都是屬於基督徒 那他們可能見 有見及此 見到 哇 真是這麼傻 那些人 這麼瘋 不斷攻擊姜濤 雖然我有我高震仔這條頻道去力撐 但是 我也受到別人攻擊 老實說 哇 你猜真的我攻擊得少 只不過是你們看不到那些惡毒留言 那些惡毒留言 雖然AI都給我 幫我截了八九成 但是 你偶爾都會看到一兩單 那些 很差 不是很差 很衰的留言 令到別人就非常之 覺得不舒服 縱使那個人是高震仔 雖然我都接近百毒不侵 例如可能有一些 留言 你們看不到的 那就 也都AI也都拼不到 那我 其實那些呢 我告訴你 我卡了圖 我卡了圖 那跟著 卡了圖 那 所以我就看得到 譬如 近來那些 譬如 最基本那些 好像有些無意 什麼 常常說 最喜歡輕說一句 就說我呢 就說話呢 語無論次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嘩 我心想 嘩 我其實 雖然我都不敢說 我是非常之流利 因為我去到這裏 我的片子 基本上都沒有加以剪接的 都是一剪歌 那就是 所以這些 咳 我以前都有咳 現在我都不咳 因為我 要盡快加快流程 那 然後 接著就說我 語無論次 我每樣都有 我寫好一些 訊息出來 去說 是不是 語無論次 你的主旨 是語無論次 真的 還有我都有數據 背後 所以 我想這些 我讀完的 你們看不到 我盡量掃描 但是當然 偶爾也有流亡之餘 那就沒辦法了 要令到你們 要洗眼睛 頂一頂 但是就 我想 在於我這條頻道 是這樣 我想大家 姜濤都知道 姜濤 現在承受的壓力 一定是 不是來自演唱會 那麼簡單 肯定很多 既得利益者 或者是 不既得利益者 就就著這件事 要不就有一幫人 就很想姜濤成功 這個姜濤演唱會 另一幫人 就可能是 很想姜濤失敗 甚至是 有些更惡毒的 就是 一些論壇 真的很難說 這些 可能有些論壇 甚至是惡毒 惡毒 他當然 就不是說什麼計劃 可能是惡毒 他說 這次姜濤開演唱會 都不知道會不會又出意外 等等等等 我都免得說 這些人就是 普遍性黑心 就選人不利己 是吧 就見人好 自己又不值得 這些普遍 這麼壞的心理 我高登仔都一律建議去 有病去看醫生 如果你不想看醫生 就聽一些 姜濤的正面能量的歌 和作品 有助你們 不要繼續蠶食心靈 我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就算是 見到這個 看到這個 福音post 在網上 一些官網上 流傳了開去 有很多人都 經常講一些 很刻薄的語言 譬如 都不好 譬如 因為說得出來 這些又是一些 叫做 不喜歡的宗教 反耶穌 反耶穌 那樣的原意 我懶得在這裏說 但是總之是壞 我想我的hater 就是這樣說 那些hater 有時候都不單止是 叫做 我突然也有一個結論 那些hater 不是反姜濤那麼簡單 根本是反社會 我越來越覺得這個論點是對 他們反姜濤 或者hater 姜濤 他們其實是講的一種 意識形態 是討厭這個社會 是討厭這個社會 的發展 甚至是美好 是不是 因為他們 看到姜濤 真的可以為到這個世界 帶來一個美好的發展 是不是 有些人就不值得了 我說 我說最不喜歡 那些社會變得好的 所以姜濤為這個世界 帶來美好 我就要反姜濤 嗯 是的 即是高登仔做了這條頻道 這麼久 開始明白些 即有時候 有一些位在高登仔的內心 都嬉嬉地 都還未知道 這些hater 究竟出於我這種憎恨 還是怎樣 有些原來真的是 一些反社會人格的 特意做一條片出來 去抽那些 陳年歷史的資料 跟著就在那裡 不斷勁勁那些 負面論點 是怎樣 募求呢 就令到 對方壞就行了 對方不好就行了 他完全不是一個 怎麼說 完全不是一個 導人向善 或者希望人家改善 譬如可能姜濤這樣 你說姜濤 什麼什麼什麼 又說不改善身型 又說唱歌不好 咬字不清晰 但是那段片 其實是不斷罵人 不是指出 他要怎樣改正 譬如你說管理身型不好 管理身型的管理得不好 那你就建議他怎樣管理身型 那當然我覺得 不是一件 真的太差的事 姜濤的身型 但是你既然說得出 要別人管理身型不行 那你不如建議一下 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呢 你就會留意 一直都在那裡 彈三彈四 就是在那裡 一個負面的評價 但是完全是沒有建設性的 就是變成一個百壇齋主 是不是 那對於這個社會 對於這個娛樂圈 是完全沒有一個正面 或者是一個有益的 是不是 就是純粹就是 發誓你個人內心的一些 不喜歡的東西 甚至是說 你都不是說不喜歡 只不過是你覺得呢 說這個反僵徒抹黑僵徒這一段片 那就令到很高收視 就是為了錢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這些更加卑劣的行為 我自己覺得 但是我始終都是 內心都是說了 我不是說只是罵 或者只是批評你 是不是 我其實甚至是覺得 你應該要改好 教化 我經常說要教化些haters 教化些youtuber 就是這樣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重善如流 我並不是因為他們攻擊僵徒 我是擔心他們的身心靈 是不斷受到這個磨爛啊 侵蝕啊 令到他們最終都是沒有辦法 去活出一個美好的人生 就是這樣反而是 我一個比較care的東西 就是我經常都希望 每一個人 是能夠活得開心 和美好的 對不對 就是你要相信 我們現在現時這一刻的自己的生活 已經是一個最好的 就是如果你 就是當回Marvel電影來講 這個世界呢 這個 這個 宇宙呢 有千千萬萬個平行宇宙 是不是 可能在其他的宇宙裏面 他 可能同一個你的人呢 是活得不開心的 是不是 又或者是可能 活得沒有你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正正就是 要捉緊自己現在的生活 怎樣捉緊自己的生活 就不是說 天天去想一下 怎樣去彈別人呢 怎樣去說別人呢 怎樣去罵別人呢 那這些才是為之好的嘛 我們應該在想著 怎樣令到別人好呢 怎樣令到別人改善呢 怎樣令到別人活出自我呢 引之多虛 令到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去做 我自己覺得 當然 有很多人說 哇 高中仔這些都相當高難度 那當然高難度 越高難度 就像苦口良藥一樣 對不對 你越難喝的藥 就越 叫做好的 越能夠治好自己的病 是不是 那就是正如 好像現在這樣 你越是 面對這些這樣的hater 越是面對這些這樣的 叫做 不滿世界 是不是這樣說呢 不滿世界 發誓在別人的不滿身上 那你能夠教化他們呢 那就為之一件事 但是教化過程 是不是容易呢 也都不是容易的 也都是充滿了挑戰的 那所以 就是這樣 我想所表達的東西就是這樣 那 至於其他人 有人受不受教 能不能夠轉化呢 就是 好看個人的修為 對不對 個人的修為 所以 就是 就是這樣說 都是這樣說 就是 我 講回頭也差得很遠 就是說 有人就直著姜濤 就是很擔心他最近出現的情況 那麼 弄了一個這樣的福音海報出來 希望 就是祈求姜濤的平安 那我覺得都是有意思的 就是無論你是否一個基督徒都好 那我自己覺得都是保守姜濤是為之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希望快快樂樂安全 就是這麼多 我自己作為姜濤 不求什麼 只求姜濤 就是這樣 只求姜濤平平安安 開心心就是這樣 好 另外一單 就要講回一些好人好事 剛剛講完那些 真是鬼馬六 那些這樣的事情 就要講回一單好人好事 近來就在這個一個叫做無無城 Mocity的是不是機構 是不是機構 是的 應該是一個機構 那是叫做PGRS 不是 PGRS 是無手救援的 無無城 就說姜濤 就捐了錢 就給這個無無城 就捐了二十萬的港幣 就給到這個無無城 無無城 是不是無無城 看著不是無無城 OK 大家先看清楚 是這個 無手救援 就是在這個無無城的Post文 那裡推出的 那就是 這個 這個Post是這樣說的 它說 經常出Post呼籲一眾的粉絲 姜濤 要幫助流浪動物的姜濤 一出Post就粉絲一夫百姻 除了各自捐款 去動物組織之外 木日前 更加一眾的姜濤 更加這個 以姜濤 香港後援會的名義 向這個動物保護機構 無手救援 就捐出了二十萬 以支援流浪動物 而這個捐款 將會用於近日 因為受蒼蠅 從侵襲的動物 和被虐的動物身上 後援會 捐款鐵文就寫了 至無邪門 請相信惡夢會過去 健康與和平 小小心意 同時呼籲有能力的堂門 捐款支持 這樣 接著無邪守護 就馬上發了一個文章 去致謝 他就怨姜濤先生 及一眾愛心人士 一直平安健康 資料來源這個 無手救援 是無無成轉載 其實是無手救援 捐了二十萬 就有了紀錄 那就厲害了 以我所知是不止二十萬 不止二十萬 只不過是其中二十萬 是捐了給這個 無手救援 這個無手救援 當然就是為了 拯救這個 或者幫助 一些有需要的狗狗 去成立一個組織 這樣 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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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當然是很好 當然很好 這樣就 姜濤是很低調的 一向做這些 這些善舉善款 這樣 所以這次就是更加好 有網友都說 其實一直 這個後援會 捐錢給這個 不同的NGO 單位 其實都為姜濤 在建立一個很好的形象 還有建立一些福果 OK 我想這件事情 大家都同意 你不要說福不福果 或者叫做 眾善一德善果 是不是 老實說一句 你如果做善事 想著有一個善果 善舉 那就不是太好 我們有時候做善事 是需要 務求的 正如有很多姜濤 都說了 為什麼今時今日姜濤 這麼受歡迎 而且有這麼多 這麼好的人去愛護姜濤 支持姜濤 其實都是跟姜濤 做善事有關 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做得多善事 很多人都相信 做得多善事 你自然有這樣的福果 很多人覺得 為什麼這麼多人愛惜姜濤 支持姜濤 就是因為看到他的善心 看到姜濤或者姜濤 或者後援會一直以來 去統籌這些善事 這些善舉行為 是做得很好 所以就令到大家 對於姜濤這個 男孩 是非常之喜愛 覺得 以他的名義 所帶動的一切的善心善舉 是值得去 加許和支持 所以 你面對這些 hater 面對這些抹黑YouTuber 是不是 他們居然把一個 這麼有善心的 青年人 一幫 這麼為社會 善心做這麼多事情的 組織 或者姜濤 都經常被人打造姜濤 是不是 那些很難聽的話去描述姜濤 你想一下 是不是一個 一個 這樣說 於利不合 我經常覺得 你沒有理由 去這樣對待一個 這樣的年輕人 是不是 不是說評論不行的 你都要評論得 有一個公運 有一個 怎麼說 有一個 合理性 在這裡 你不是說 去到一個地步 就經常說 批評人 現在的氣氛是這樣的 是不是 就說 這一單 這樣的 捐款 來講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報的 沒有什麼傳媒機構 或者網絡的機構去報的 網絡傳媒去報的 傳統傳媒的 我算數了 在我 之前有些報告說 其實他們都欠20倍的宣傳效能 我想這也算了 但是你網絡 有這麼多人 譬如我 所以我不是說 這個毛毛成是好嗎 毛毛成他都是一個 報導一些寵物消息的人 Facebook 專業 他們都把這些好人 好像是推廣了出去 這些就好 但是均不見 均不見 有很多這樣的傳媒 網絡傳媒 我更加犯指 去報導這件事 就算是自己後援會 也有投資 但是就說不出來 引證到究竟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原來有關姜濤的好人好事 是沒有人去報報人去理會的 有小消息了 有關姜濤小消息了 一點點多事了 就仿視是一些不好的新聞了 那就不斷衝出來去宣傳 廣傳 這些真是快過瘟疫的 OK 真是快過蝗蟲的 令到這些負面消息 嘩 突然間一天之後 全遍千里 比風火台厲害 風火台都很快 你知道嗎 當然沒有現在 無線電 或者系統網絡那麼快 但是古代人 發明風火台都很快 一天千里 OK 這些好人好事 當然沒有辦法 可以傳到大家的耳中 所以大家聽得姜濤的東西 就少了 好人好事就少了 就算我問回身邊的朋友 很多時候他不是姜濤 但是你問回他 你知不知道原來 藉著姜濤的盈意 做了很多善事 他說 有聽過 可能聽過一單半單 但其實當中就有很多 譬如我之後講的 還有另外一單 就是挺好的 即是不是很好 是非常之好的 講的這個 講的這個 捐錢給這個兒童心臟基金會 都是這個 香港後援會 舉辦的受惠之一 都是捐了二十萬的 給這個 即是說了 反正都說了 捐了給二十萬 被這個先天心臟病童的成立 即是負責幫助這個機構 兒童心臟基金會 就 受惠機構之一 來的 講這些先天心臟病 原來都很普遍 一千個初生嬰兒有六折 八個患有這些病 需要 接受多次複雜的手術和醫療藥物 這樣面對 身心的 和經濟的壓力 真是很慘 所以 姜濤阿弘會 就捐了二十萬 給這個 兒童心臟基金會 這樣 直以支援這個基金 在提供心臟病童的服務上 包括儀器 請醫生交流 提供心理輔導 情緒治療 以及舉行活動 這些就是值得說 是不是 然後 兒童基金會 就特意給了一張照片 給了後援會 這些就是值得說 是不是 這些就是值得 要提供 真是立刻彈起 高登仔講到 是不是 這些 知錯 我 真的這樣講 是不是 有些人很面目的 幫助 狗狗 我又不養狗 還有 講多一句 有些人覺得 這些是 動物來的 請不請救都不關我的事 但是 兒童心臟基金會 是幫助兒童了吧 對不對 就算我講回之前 麥當勞叔叔之家 都是幫助兒童 這些值得加 值得宣傳 但是我又覺得 我又覺得 好像沒什麼宣傳 我們自己 姜濤Group當然知道 但是 其實對外 又不是說 那些傳統機構 那些網絡機構 又不會說 去講出 這些事情出來的 很有趣的 他們又好像 將這些事情 好像 那些醜聞 又不會報告出來 不會報道出來 很有趣的 但是 Anyway 我也堅信 這些好人好事 是一定可以感染到人 以及可以傳遞到 給很多人聽 這件事情 我覺得 都是相當之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對不對 就算這些活動也好 等等也好 我覺得 都是要 一夜都要存千里 是吧 我覺得 我少許建議 就是我少許建議 不是沽民調遇這個問題 是 姜濤 校圓會 做了很多事情 甚至是姜濤 做了很多事情 這些事情 是出於善心 你要記住 這些事情是出於善心 還有希望 令到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幫助有需要的人 和事 和動物 是不是 這些事情 不值得說嗎 值得到不得了 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什麼宣傳 所以我覺得後圓會 就是我覺得建議 可以給多些宣傳這些事情 就是不用怕說 好像孤明釣魚 每個人都要知道 姜濤是多麼喜歡做善事 Promo這件事出來 那我又 我又覺得不是這樣想的 就是我覺得 這些事情是大家應該要知道 應該要鼎力支持 我覺得 要鼎力支持 要多些人去知道 因為不單止是讓人知道 姜濤 姜濤的行為 是多麼有愛心 因為很多人誤會我們姜濤 是一個好過橫不講理 一些無腦的中年老司拉 一些弱智 這樣 這些不是我講的 是別人講的 是不是 那我一點都算了 但是我覺得 要更加讓人知道 姜濤究竟是一些什麼群組 他們其實是一群講道理 明白是非 有愛心的人 他們做了事 雖然是很低調 但是我覺得這些事是需要講出口 告訴大家 我們做過什麼 亦都告訴大家 姜濤做過什麼 如果不是 其實 那些黑人會有切無恐 是不是 等於好像之前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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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過片 哇 真是數到姜濤 好像臭了 是吧 那你又不說一下 他以他的名義 說了 做了那麼多事情 所以這些就是片面的報道 我不知道他能否明白到現在 就是他們這個全面 你要否釋或批評一個人 你應該要用不同的角度 你又不說一下 他做了多少善事 你又不說一下 姜濤為了樂壇 貢獻了多少 我甚至在說一句 你又不說一下 姜濤 或者MIRROR 或者慈平P 就憑他們十二個 為多少人 帶來 一口溫飽的飯餐 是吧 為了 多少人跟他們打工 養活了多少個家 你這些不說 是吧 是吧 你又不說一下 他多努力去做音樂 是吧 拍片 是吧 一旦就提他那些音樂 搞字不正 一路就提他那些演藝技巧不好 只有一個樣 那做人就是不行的了 那所以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情況呢 當然他自己都有責任 但是我覺得 我們自己作為姜濤 甚至是後門會來講 做多些POMO 做多些POMO 都去講給別人聽 姜濤是什麼人 姜濤是什麼群組 那我相信怎樣 逐少逐少去影響呢 始終那些人都會對我們 有一個真正的了解 而不是經常說我們什麼姜師 是吧 說到我們中年老司拉 是吧 說到我們弱智武老 那樣子 就是我自己呢 就當然是已經是 身經八戰了 但是我替很多姜濤 不用的 我替很多姜濤 被人這樣誤會 喂 錢 我又捐了 是吧 善事我又做了 是吧 義工我又做了 無心無心的支持 我又做了 看個演唱會 開開心心而已 都要給我那些這樣的 都要給我那些這樣的 假姜 姜濤group 在那裡騙錢 對吧 又要給這些這樣的抹黑傳媒 說到我們什麼 什麼耳中希寡 又說我們怎樣去沉迷 那不行的 我上次都覺得 不是說要低調是好的 你反而是要低調地 低調是要哪些低調呢 就是說我們那種對姜濤的好 好像很愛 很喜歡他 那這些事情 就可以低調些 但是我覺得高調就是 我們做的好人好事 或者是借姜濤的名義去做一些 有益大家 有益社會的行動 那這些事情是要說出來的 還有姜濤的好事 是要說出來的 姜濤的成績 是要說出來的 所以我一直都抱著這個信念 高登仔 每天的姜濤新聞要說 每天姜濤的成績報告要說 那我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問心我懼 就算我的成績很容易說 我都照報的 是不是 姜濤都不是說每次拿第一位的 姜濤的歌不是說每次都拿到我那周 我一日的冠軍的 那我也有報出來的 那我都是公平公正去講出所有的資料 而這些資料 全部都在網上有得看 有得拿下來去聽的 是不是 只不過高登仔消化了 可以告訴大家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姜濤的好人好事等等 是真的要值得去講出來 去告訴別人知道 姜濤是多好 這樣才可以的 不是說我們自己 只是自己為內講就可以 但是我們要更加給更多人知道 就算我講之前 我北的那個西遊西遊 那個叫做全教式事件 其實我都沒有說不好的 是不是 就是去告訴別人 姜濤有多好 如果你不懂的 我告訴你 給你應援物 你去了解多一點都可以 是吧 這些都是一個好的手法 所以我想 相信這些事情就是 大家繼續努力 還有我自己一些建議 就是衷心的建議 就是給我們 真的有什麼工作 可以令到姜濤更加 說為人知道他的好東西 好東西 好事 譬如今次 你捐了20萬給 999機構 又捐了20萬給 兒童心臟基金會 那這些就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令到大家都知道 姜濤好人好事 甚至是姜濤也好人好事 這個我自己覺得 是為之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考慮一下我的建議 當然我這條頻道都 如果你們公開不了 就把我這些好人好事的 講姜濤好人好事的頻道 這些影片就分享出去 給一些人去看 分享給一些群組 給很多人去看 大家就知道 就是這樣 好 講回一宗類似海外活動 但又是一些香港活動的人 關於姜濤個人演唱會 大家都知道 早前已經是 播出了這個攝慶音樂 就訪問了姜濤 悅陽訪問了姜濤 就講有關他一些不同的 譬如個人演唱會 第十二首單曲 我的天堂城市等等的相關訪問內容 跟著其實這個就是 我的訪問聲帶 在我後備頻道都播出來了 大家可以去我的後備頻道看 其實還有這個文字版 就已經在加拿大出了 就是升到頭條 它是一個文字版 雖然就說 一元一份 我忘了是一元港幣 還是一元加拿大 就叫做出了 當然我們作為香港的姜濤 就不會有這樣的暴障 這些這樣的頭條 因為你要在加拿大買 但這次好了 就是這個 姜濤加拿大應援會 就會買一批過來 送給香港的姜濤 怎麼送呢 他就不是玩遊戲 不是問答 不是寫一篇論文 去送給你 他就是在說 當姜濤個人演唱會的時候 應該估計有一批加拿大的姜濤 過來捧姜濤演唱會的場 他當日就會有 可能應該跟香港姜濤後濤會合作 在這個阿博館的時候 這個限定期間 就派發 他就叫做 玩一個緣份遊戲 見到的就派給你 見不到就沒有緣了 就派不到給你 雖然說 這個叫做 這個加拿大版的星島投票 就不是說是一些很貴的東西 但是呢 要他由加拿大特意找人 拿過來香港 我就當那裡 一百份 一百份也很多 你計行李費也很貴 當時來派一百份 其實很多 由加拿大運過來 但是就不可以派到給那麼多人 都是物可 即物輕情易重 我都是這樣說 如果我是自己的姜濤 即我是自己的姜濤 我得到一份這樣的雜誌 禮物 我會很開心 所以就印證了之前 高登仔說的一件事 就說 香港的姜濤 和海外的姜濤 即加拿大的姜濤 其實 是同氣連之一家人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互相更加多的照料 更加多的合作 譬如今次就很好了 譬如我們香港的姜濤 是不會這麼容易拿到這個加拿大的頭 因為它是文字版 雖然真實版 我們都已經聽到姜濤的訪問 是視聽音樂的時候 但是 但是文字版都很值得收藏 但是當然這個加拿大有得買 我們買不到 我們都希望有機會 都可以拿到這一份東西 那這次真是好 起碼姜濤 他起碼會給 加拿大姜濤 起碼會給到這個計劃出來 故意在這個個人演唱會 見到就派了 我們要看緣份 起碼都給一個機會 我們自己在香港的姜濤 可以開心一下 一起開心 這個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一個互相合作的事 無論在香港 或者是海外的姜濤 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共勉之 我自己覺得 特別在這個 就是大家應該更加要團結一致的時間 是不是 姜濤就是很努力去為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去為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奔波勞碌 在做這個很努力的準備工作 我們姜濤在外面 更加要為姜濤去聲援 去幫助他一起打擊 或者叫做交化 一切有些haters 或者有些叫做 惡意滿滿的youtuber 是嗎 教化也好 或者你們不理他也好 但是我其實經常主張不要不理 因為你不理他們 他們只會越來越阻大 我們就一定要從善如流 去教化他們 去告訴他們 什麼叫做正確的價值觀 告訴他們 姜濤 姜濤是什麼人 你們不應該去憎恨我們 你們應該去更加支持一個 這麼有夢想 這麼努力 去為自己的目標奮鬥的年輕人 並不是說整天說 三五七天就出一些報道 去抹黑姜濤 還要不是事實 每一段時間就弄一些片出來 去嘩重取寵 去慰求點擊收視 去說姜濤 這樣就很 很沒有一種道德 很沒有一種道德 因為講戲也真的還有點生氣 當然 人就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你如果覺得 每天去到 嘩苦 找些負面消息 去說姜濤的話 沒有人阻礙你 但是在於我們姜濤的 一個盡力而為 希望他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姜濤是怎樣幫助這個世界 姜濤怎樣帶出正能量和大愛給大家 真是以一個 即是叫做 說得偉大些 改善這個世界 令到這個世界充滿了美好 這個是我們自己希望可以告訴你 但是如果你是不接受的 這樣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但是 正如 好像加拿大 姜濤 他都不辭勞苦的 你猜真的拿 我不知道他拿多少份過來 我就當他拿一百幾十份過來 就是 你猜容易的 以我所知 這個星土 頭條 這個加拿大版 其實就 不是說 即不是說很厚的 幾頁子 但是 你要拿一百幾十份 我相信應該都是一百幾十份而已 頂了 都要時間 都要金錢 都要去安排 雖然不是說很貴 我不知道一元加支 還是一元港幣 但是 小數霸場計 一百幾十份 那裏都幾夠水 如果香港一元一份來說 是不是 可能不止 所以 這個就是正正帶出 姜濤的 互助精神 大愛 有好東西要一起分享 所以我建議 我建議 我們自己 香港的姜濤 入場去看 姜濤 個人演唱會 那時候 博館那時候 買回一些紀念品 給派這些 加拿大 升到頭條的那些人 給回一些地道的 姜濤的紀念品 給加拿大姜濤 是否 可能在說 在說什麼呢 短裝可樂 短裝可樂 有QR Code 短裝可樂 去香港才有得買的 金蓋 是否 即是有QR Code 那種 給回去做紀念品 或者1664 是否1664 啤酒 的一些紀念品 是否 在其他地方沒得買的 送一隻碟 或者送一些 叫做姜濤卡 如果我們有的話 可樂的姜濤卡 又好 或者是1664的姜濤卡 又好 又或者是蜜當勞 蜜當勞 蜜當勞 很多姜濤那時候 有很多紀念品 我們一眾香港地主之宜 跟他們交換也好 或者是他們派一張 加拿大的星島頭條 給我們也好 我們又可以送一些紀念品 給他們也好 我覺得這些都很暖心的行動 很窩心的 大家可以一起去做 大家一起去分享 分享這些正能量和大愛 互相支持 特別在這段期間 特別在姜濤 準備去個人演唱會的期間 密羅緊固 接著又有很多不同 四方面的壓力又出來了 這段時間 姜濤更加要團結一致 所以更加支持姜濤之外 要支持本民道 支持本民道去支持姜濤 就是這樣 支持姜濤 所以這些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我自己是姜濤 其實我覺得姜濤 應該包含支持高登仔 支持高登仔的頻道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 關愛身邊的人 準備去看姜濤的個人演唱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關於姜濤的綜合新聞 今天都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 都有很多姜濤的新聞 繼續跟大家說 大家準時留意收聽收看 好不好 好 今天就大約是這麼多 明天再同樣時間 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拜拜